沒有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 今天來看大陸P圖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與世隔絕的地圖 這張地圖是紅色選擇了大陸P圖人 大陸P圖人每生一個時代史 木頭都會增加200木 黑暗生封建的時候 多這200木頭可以讓自己的經濟更好 快速撒下農田 甚至可以快速轉兵 轉出射箭廠馬舟都可以 後期的大陸P圖人主要是打這個步兵 他的軍營的科技是半價的 所以他後期的劍兵有射的升級相當便宜 而且他還有搭配巫之槓的話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跟起兵 無視敵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所以大陸P圖人是比較吃重於步兵系 攻兵系也有五指環 而且他的相攻也是攻擊速度最快的相攻 有攻速增加的效果 他的醫療盾也可以讓相攻或大象 攻城戰象都可以獲得回血的效果 身體打起來打WP圖不算弱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馬來人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生死代死 非常的便宜 不是便宜 是非常的快速 所以他省下來的時間 就可以去讓自己多產幾隻村民 這就是他的陸戰池的經濟加成 那他的海戰的經濟加成 是這個漁王有三倍 所以馬來人選在黑森林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奇效在 但我覺得不是這麼的重要就是了 這個三倍漁王 後期的馬來人 主要是打這個大象 還有這個工兵 還有這個步兵單位 他的步兵單位 是有可以免費步兵鎧甲的關係 所以前期也可以打這個裝甲塔進攻 或者是直接打一個常見冰暴 給最方壓制 但是他有個缺點 就是他的騎兵路線是非常弱的 他沒有二級馬鎧跟三級馬鎧 甚至連品種都沒有 出騎士往往會打到頭破血 那到了帝王世代打這個毛相夫 有這個四折優惠 那會比較建議帝王世代 生精銳毛相夫之後再去做使用 因為城堡世代一出 可能出個一兩隻 可容被敵方招翔走 那就會很麻煩 那馬來的工兵單位 也有三級射跟這個母子環 所以整體來演 他的步兵系是為主 然後工兵為輔 然後大象也為輔的一個策略 會比較好 那埋盆這邊的開局方式是三目開 然後有100目就馬上下了這個模仿 然後木頭的部分就去挖 那應該會打一個封建快攻 20匹上去 還是要直層呢 那羽絲隔絕這樣的地圖 直層是相當危險的 因為你一直層的話 很容易野外的這個金跟石頭都被控住 很容易被對方打工成功 所以不太建議喔 在羽絲隔絕這樣的地圖 打直層喔 因為這不像阿拉伯 你圍起來的話只有跟你這塊區域喔 你的黃金啦石頭 基本上是守不到的 這邊看到對手 卡莎是WP圖倫 已經下了黃金礦了 這邊有打算打棒棒嗎 空間伸上去 繼續踩個肉 好 果然要打棒棒 那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軍營呢 科技是半價的 所以這個軍事方面呢 是只要70肉跟20黃金喔 就可以升起裝甲步兵 所以裝甲步兵前壓 是很適合在WP圖上使用 好 但這邊有點斷肉 斷到有點懷疑人生 第三隻棒棒 可能很難按了 好 兩隻棒棒升裝甲如何 好棒棒過來 但沒有打算要升裝甲 哎呀 鬼轉射箭場 他可能意識到自己的裝甲 棒棒去完了 這棒都已經轉弱嘛 好 好 趕快鬼轉槍兵一下 這樣棒棒 就可以打得贏對方的肉馬 好 如果他剛剛升裝甲 或是第三隻棒棒 再去轉裝甲的話 就會被WP的肉馬給壓制住 所以對手的轉兵喔 是相當快的應對 前面這隻似猴偵查 相當重要 可以獲取到非常多的資訊喔 好 APP在後方 也是準備要來騷擾 但是後方都已經圍好了 這果子快吃完了嗎 53 23 開始 好 APP家裡轉出來了 毛兵 有毛兵的話 就不會被爆打 好 放手上也OK 正面的話也會圍好 這裡可以補一個城門 欸這裡村裡沒有修嗎 哇 爆了 不能拉走 這邊只能拉走 好 上方的毛兵 加上弓兵 完全打不到東西 結果就把自己的肉馬也送掉了 那波馬來人打得非常好 好 MIP打得非常好 達魯P圖這邊呢 有點前壓 沒有打到任何東西之外 還被反打回去了 村民差距已經被打了回來 31村對34村 剛剛打魯P圖人好像有卡村斷落 造成自己的村民 沒有辦法順利生產 MIP這邊是點下一個輪軸技術 所以打魯P圖人的村民是稍微追上 好 再補下第二個射箭場 可能是要打奴兵 轉騎士前壓 或是轉肉馬前壓 但馬來這個文明 會比較適合騎士前壓 因為他只要打騎士加工兵 這個組合是非常難解 好 待會馬來還是可以先剩下輕騎兵 這裡肉馬數量非常多 但對方的槍兵數量也是蠻可怕的 五支槍兵 這要輸到 快跑這裡面控好 直接撞上了槍兵陣 損失了兩隻肉馬 OK 那這邊輕騎兵 應該不會馬上升級上去 因為這邊還要轉奴兵的升級 肉類會不太夠 而且會有斷村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這些肉馬 甚至可能不升 哇 對方這個毛兵投得好流暢 一二三四五 五支毛兵直接被投爛 OK VIPER這邊順利點下了弩兵的升級 但還沒有出發 家裡的工兵還在家裡守著 還在繼續控制這些肉馬 但是就一頭撞上了對方槍兵 我的天 VIPER這邊控制稍微出了一點問題 好 後兵工兵已經出來了 好不好 他從上面走 所以他是綠色的 有點保護色 那我們讓VIPER換個顏色 這才是他應該要有的顏色 黃黃的 很黃很暴力 很不愧是VIPER 這邊奴兵直接卡了一個很好的位置 補擋對方 分明去蓋城市中心 後面自己也補了一個城市中心 好 目前是雙TC開農 那單純奴兵路線的話 可能會被戰毛兵 或是奴炮之類的東西給擋下來 所以VIPER應該也是要去想辦法 轉一下其他的單位去反思一下戰毛兵 那騎士是最加緊的 那我們要看他騎士在哪裡了 在家裡發呆 我們沒有出門 這兩隻工兵應該是逃不掉了 這兩隻工兵應該是逃不掉了 喔 兩發一隻 這就是沒有升級工兵鎧甲的問題 戰毛兩發 四發就可以收掉一隻奴兵了 OK 那這裡還有三隻工兵 沒有找到殘血村民 但即將被包夾 好 看起來VIPER 這前面的鴨子是告一段落了 好 後面奴兵再過來 看一下礦區有沒有人 喔 TC才剛補下而已喔 順便只要鬼切上去 對 再來鬼切一下 好 一村 兩村 三村 四村 五村嗎 差一點 這裡直接順利拿到了四村 OK 有騎士的話就可以砍戰毛兵了 騎士只有一擊馬砍 用起來還是有點難用 好 送光騎士之後呢 又補了一隻 看起來是要補一些騎士 給對方壓力 好 這邊七隻槍兵 發現對方 MIPER 並沒有太多的騎兵過來燒了 決定換他潛壓了 也不過來 我就要過去囉 這個是很好的觀念喔 你在家裡一直防守 一直沒有遇到敵人喔 那你就主動進攻喔 好 其實你是垃圾兵喔 也是要嘗試去看一下 MIPER這邊轉兵轉得很輕鬆 直接轉奴炮 就可以針對了 這一坨的戰毛兵 奴炮被騎士 然後3TC開農之外 補下第四 第五個城鎮中心 直接進入大爆農時代 OK 好 槍兵直接戳掉 騎士 後面奴炮繼續追逐 MIPER 5TC 總覺得有點過分了 這個五個城鎮中心 臭名處 升得很快 87村了 對六三村 臭名處越差越多了 好 好 MIPER這邊點下了一級的挖石技術 好 這邊一招翔 應招 三隻村民 三隻僧侶 最後沒有辦法把騎士給招翔回來了 好 那敵人見狀 欸 你兵力全是重 那我就要繼續進攻囉 好 結果後面就有三隻奴兵在騷擾 好 好 VIPER這邊點下帝王時代 只要一分半就可以升到帝王了 這就是馬來升級的可怕之處 急速升 升時代 好 那待會升帝王時代 VIPER有兩個選擇 或三個選擇 毛相夫 或是直接鬼轉爪刀 大量爪刀 我們之前大概前天的影片吧 所以我看到那個 卡莎使用馬來爪刀打波士尼亞的VIPER 那場也是打得非常精彩 有新鮮的觀眾 結果也可以看一下 結果我會放那場比賽的影片 OK 那VIPER這邊是帝王時代一聲道 直接鬼轉大象 欸 家裡沒案 耶 馬舅 OK 直接把他當星海打 好 這裡有一隻毛相夫 喔 下面好像也有 雙相毛相夫 VIPER要發動地名了嗎 馬來人 會地名 好像也是正常 欸 照一下 完蛋了 完了 完了 扛不住了 家裡被騎士鬧翻了 好 補一個積銳毛相夫 64片田 18人挖金 感覺農田可以再多一點喔 70片田 好 補下馬卡 提升一下抗箭矢能力 地名來了 這時候是不是要放個進擊的巨人BGM timer 打向其來 打五皮圖人 趕快鬼轉一下 重裝長槍兵如何 半架科技啊 對 利用史試的也快一點點 趕快補均盈喔 均盈按到底 有多少均盈 補多少個均盈喔 還有這個生侶給我一直按 擋麻相夫就只有這個解的方法 就是狂按生侶跟槍兵 MIPER家裡應該是暫時能够夾得住 這裡有兩隻聖女走過來 想要去招牆MIPER家裡的毛相夫 但這邊已經鬼轉刺猴了 刺猴過來打聖女 哎呀四刀一隻 毛相夫開始推進來囉 精銳毛相夫的血量有300滴血 攻擊力14遠防4 這邊軍營一直補 能補多少個就補多少個 7個軍營想要爆產槍兵 MIPER這邊重點就是要把他的農田控下來 不要太多的操作 讓自己的毛相夫盡可能去一直輸出 這是最大的傷害 玩大象是不需要控兵的 讓他自由開火才是最強大的 哇真的不控 騎兵上前戳他也不理 反正把你農田控掉 騎兵就慘不出來了 好上方也是用爪刀搭上毛相夫 解掉了戰矛的進攻陣 現在打我T圖家裡已經被馬來的地名給震歪了 對手直接打出了G 哇地名秒殺局 各位大象就是這麼的兇狠 這個四則大象真的是蠻優秀的 所以馬來人他厲害的地方真的是很強 步兵能打工兵也能打大象也能打 全能行的文明就是馬來人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馬來人拿到了4萬資源的生料 整整贏了1萬還有5生物全部資源都贏 軍事方面則是馬來人拿到1.55的KD值 雖然WP圖人可以迅速把級兵升級上去 但是並沒有辦法很快速的把這些大象給處理掉 造成自己村民全部收村 經濟爆炸 村民差距整整打了快要一倍出來 那這一招真的是要偵察到才有機會守下 那WP這邊也均勻喔 野這個馬就不是均勻 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那這應該也是他打這個星海爭霸想出來的戰術 原來WP本身他也會打星海 星海很多常用的招式都是這種野均勻啊 原來這個軍事建築的 這個打法好在世紀帝國喔 我真的覺得可以多多推廣一下 其實是有奇效在的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各位掰掰